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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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尼小Android 今天非常特別 有沒有看到我身後 我現在人在躍躍單車 沒錯 上一集大家一直說 我們的小步啊 就是留言非常多 爆改就對了 真的需要改一下 因為原廠 12 13公斤真的太重了 所以我們今天來躍躍單車 來升級一下我們的 Broughton抹茶率小步 OK 那我們就來裡面看一下 待會我們準備升級哪些東西吧 Go Go OK 我們即將來改裝 我現在的抹茶率這台小步 現在大家看到這個啊 這樣的完全體 就是目前我的顏色 就是全部都是原廠配置 就是黑化的把手 然後原廠的座管 看到全部都是抹茶率的配色 待會呢 就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這次來改裝 有哪一些要升級的小裝備吧 官方是宣稱 11.5公斤 對 10到12公斤 對對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現在的車多重 人體 12.15公斤 karena 你們看ò ошиб 就可以用最好的 每一個螢幕 一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你�馳 字幕志愿者 杉茜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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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外觀的這些改動之外 座管我們從來的這根 Ulimate的座管 然後它是全Carbon的 我們剛剛光是這一根就是座管加椅墊 跟原廠的組合比起來就少了300克 所以重量其實是差蠻多的 外觀除了這樣之外呢 比較大的可以看到後面這邊 我們把 原本 就是內三 外二的 六速 改裝成像這樣 從這邊看 變成是五速的飛輪 所以外面就有 一二三四五片 然後 它就可以直接透過外面的方式 這個是 JK跟HH 他們聯手合作推出的一個系列 我覺得這樣還蠻好的 就至少 光是輪組喔 我們剛剛這整顆後輪 跟原廠的相比 就大概輕了應該有 應該是700克吧 600到700克左右 所以其實整體 重量上 就可以得到很好的頭型 但 比較大的重點 其實是因為 換完五速之後 在外面騎車的這個 首波的感覺 其實是更舒服的 因為 手波的這個感覺 它的變數啊 檔位來講 就不用我在騎乘當中 還要停腳 然後來換檔 現在就可以用右手 全部解決一切 所以看到前面這邊 我的左邊變得很空有沒有 這邊就已經沒有 原本要變的地方 這邊只剩下煞車了 那右手這邊就有 改裝成一個 撥桿 對打 進打 就可以都在右手完成 所以 車子的改裝 漏獎了一個 很重要的 就是 其實前面這邊 在頭碗的地方 我們也 就是升級成 JK的頭碗 那騎乘起來的感覺 是真的比較 緊密一點 然後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的快菜 也都換成是 JK的 這個就可以直接 這樣就鬆開了 然後單手就可以 轉緊 以前原廠是要一隻手指頭這樣 慢慢轉 OK緊張一刻來了 我們剛剛升級了這麼多 騎乘起來的感覺 心得上 就是蠻爽的 爽度是提升很多 真的是 覺得比較緊 但重點還是 輕量化油 變輕了多少 我剛剛量了蠻多細節 就是光是輪組換掉 加上坐管 大概就差了一公斤 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上秤 重量會少多少 哇 喔 10.63 12.15 減10.63 1.52公斤 輕了1.5 我們這樣已經十字頭 已經接近 那個他們原廠 聲稱的10到12公斤 但是離P-Line好像還有一點差距 P-Line就差不多9公斤 P-Line大約是9.5 9.5 差一點點 我們兩一下好了 喔真的9.5耶 沒有在唬爛 好吧 這貴5萬塊還是值得 看來我們運他不只能這樣小小升級 �擊 3.72公斤 3.11公斤 12公斤 3.掉下 10公斤 3.2公斤 d1.8公斤 8公斤 60.10公斤 13公斤 16公斤 20公斤 19公斤 20公斤 19公斤 18公斤 20公斤 19公斤 20公斤 imp 可是你看另外一邊 其實是沒包膜的 其實是看不出來 但是就是很仔細看可以看到接縫出來 但我覺得這樣就可以增加 因為它是全車都有包膜嘛 就是可以增加如果你真的不小心發生倒車 或是什麼碰撞意外 至少不要傷到底漆 而且我覺得很超值是 它這整車就是有車架有顏色的地方都有包膜 但竟然只收五千元 是含磨料還有工錢 我覺得這個包一台車太花時間了 它至少要留車三天 因為你還要第一天清洗完 然後包完隔天還要觀察 我自己會覺得蠻超值的 就是如果大家也是非常喜歡自己的單車的話 可以考慮 那我覺得這個 蠻對得起這個五千塊的工錢 那我剛剛其實統計按了一下 我這個輪組加五速的變速的價格 應該是兩萬多 但是詳細的規格 可能要再確定一下 然後包含這些異形輪 然後座管 椅墊 平靶 就是我們把所有改裝品加起來 比較大中當然是輪組加變速大概佔了一半 那其他改裝品大概也要花兩萬多塊 含工錢 應該整車大概花了四萬五千元的價格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大家要自己衡量 你可能要升級到什麼程度 但是如果以這樣整體來說 騎乘感受提升 然後又可以有你喜歡的配色的話 我反而會覺得如果你買C-Line 然後加改裝的錢可以接近P-Line 那騎起來 應該說騎起來的感受是接近P-Line 但你可以有更多自己可以客製調色的部分 我們應該也能改都改了 就是鋁框 然後一行輪 然後一些 這些摺疊的地方的一些小小的跳色變色 暫時應該不會改了吧 應該啦 不然都已經花了四萬五千元 那除了剛剛重量上的差異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騎乘體驗上的改變 其實原本的原廠C-Line 我覺得騎起來的感覺其實是比較鬆散的 就是之前的影片有講到 我在騎乘小步去可能想要大力一點騎車 或是去爬坡的時候 你會覺得力量有點一直被抵消掉 有點鬆散 但我剛剛其實就除了升級最靠近的地板的地方 就是輪組之外呢 就我就頭碗的地方 還有一些鎖點的地方做一些強化之後 我個人覺得騎乘起來的感覺是完全不一樣 就是你不會覺得是同一台車 跟原廠車騎起來你就會覺得 哇這個改變差很多耶 整體騎起來的感受度是真的變得比較結實 然後騎乘的踩踏效率是更好的 整體的體感上 我覺得如果原本出可能10分力可以到時速舉例20好了 現在可能出7分力到8分力 就可以維持到時速20的這種體感 所以我覺得整體踩踏效率是提升很多的 這個升級真的是非常有感 完全不只是外觀 當然外觀也是一個 但我覺得騎乘起來的感覺是很重要 真的會覺得是不一樣的車子感受 好啦那如果大家對於就是改裝小步啊 Fronton甚至我們剛剛拍到的這個包模有興趣的話 歡迎來就是耀岳單車 這邊在內湖 耀岳單車的旗艦店 那今天也非常感謝就是耀岳花了一整天的時間 幫我改裝單車 還有JK完整的提供全套的這個改裝品 讓我來車子做完整的升級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訂閱下方資訊欄參考喔 我是人家的隊伍 希望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掰掰 我看見這件影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